Hello 大家好 今天黃絲拉廚房想拍給你們看 有一隻白甲在廁所的後面 關了蛋 然後還枯化了孩子出來 我這次拍給你們看 因為我是從廚房那邊拍過去才能看到 所以比較遠一點 但你也會看到 這個位置是廁所洗澡的熱水爐外面的煙通 煙通就搭好了平面 他就會自己捉巢 然後就在那裡生蛋 因為早一陣子經常見他暴露在那裡 我猜他在那裡敷蛋 後來這幾天就開始見到有隻寶寶 所以就分享給你們看 不過我都希望 他的寶寶可以快點會飛 那就不會有事 因為我聽人說 那些寶寶很容易不會飛的時候 就會跌倒 我都希望他可以快點會飛 而且他的媽媽也經常保護著他 好了,這次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就like、shar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而且我很歡迎你們的影片下面留言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